彩色光映的制作,那在Photoshop非常讲图层喔,我再加一个新的图层上来 彩色的笔我是画在这里,那彩色怎么画呢?当然用油漆刷去画,笔头大一点点 没关系,那一定要这种楼边喔,不要硬笔喔,不可以是这种120,那浅景色,开始涂了 这笔头,喔好像大一点,22太小了,大小一块就知道,看到我是涂在这一层喔 我把改名叫彩虹好了啦,RAMBOW,打中文材用的都可以,来来,涂这个喔 红色,我现在随便涂,蓝色 再来,绿色 你现在看起来不晓得我在涂什么东西喔,正常 那后面那个就不太重要了,来,那那个再来 浅蓝的,浅蓝 就是在做这个,浅蓝色,画过来 再来,这个,粉红色 再来 好吧,就这个 来看喔,到底要画什么东西,来来来来 按着ALT移到边界来 我希望把这个透过它遮给它,按AUTO键移到这里,有没有看到怪怪的 点一下 那线条就变彩虹了 就拿这个,去透过这个遮射片,这个功能在这里,按ALT再取消一次 那这个功能在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把它 类似遮罩效果 点起来 只有在这个地方,原来线条的地方才可以出现,就是把这个套过来 这样就变成彩虹的一个效果在这里 就可以加起来,原来线条 那光运是在这个地方可以自己在射 那光运,我想光运再做调整,光运不要 你看见吗 光运的地方,光运我想再做调整,在这里按两下 也许这边也可以再调一下效果 有时候是这个,调过头好像也不一定特别好 我刚在那边涂完,再提醒你,按着ALT键做什么呢 这样涂没问题嘛,加一个涂层就涂颜色而已 按着ALT,ALT键哦,移到这里来边界的地方哦 点一下,那就变车罩的地方套上去